房子的没有人住还用交物业费吗 这么多年你的物业费都白交了吧 房子空着了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的物业服务 物业费是一毛钱都没有给你少 今天我用一条视频告诉你 只要用一招就能让你免交物业费 目前咱们赚钱有多难 能省一点是一点 这条视频建议你点赞收藏 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未来一定能够用得上 根据物业管理法规定 空置的房子是可以减免物业费的 只要你的房子空置期在半年以上 免收50%的物业费 如果你的房子已经装修了 也能减免30%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还可能有人会说了 如果物业不同意怎么办 那咱们也别和他们应聘 你千万不要打什么12366 说人家什么偷税漏税 不给你开物业费的发票 那事务局不再罚死他们呀 毕竟人家物业公司也不容易 你也别有事没事就打96166 说你们小区的消防设施 存在严重的安全淫化 那人家不得花大钱去买消防设备呢 还有就是你千万别投诉到住建局 说物业没有公事过公共手艺 那他们不得去住建部核查 记住咱们做人一定要善良 您听明白了吗 我们能帅舵子 去找面 我们要连行 我们要连行 我们要连行